针对今天外交部发布 美国干预香港事务 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一事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 这是对美国一再污蔑抹黑 中国政府对香港管制 和悍然对中国政府官员 进行所谓制裁的有力回击 我们对此表示坚决支持 发言人指出 从事实清单中 人们可以看到美国干预香港事务 支持反中乱港势力 是何等的卖力 何等的赤裸裸 何等的肆意妄为 透过这些确凿证据 人们更可以认清 美国在民主自由 人权法治问题上 奉行的虚伪双标 执迷于当教师爷 遗旨气使的霸权本质 和企图通过搞乱香港 来遏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 但美国的如意算盘 终究是打不响的 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实施 和香港选举制度的完善 以使香港游乱转制并游至极星 任何外部干预都不可能动摇 中国政府全面准确贯彻 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定决心 都不可能阻挡一国两制航船 继续批波展浪前进